今天是皇冬社区27号是最后一次的裁迁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说从以前到现在 从过去六年前被告到现在 我整个觉得政府的政策跟政府的态度 是让我觉得很失望的 那今天华光社区即将走入历史 上面的人也都即将消失流离思索 那我不晓得接下来政府会用什么样 再残酷的手段对待其他土地上的人民 希望政府可以证实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仪式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 土地是台湾人民的土地 不是只是政府的土地 因为目前土行组都是由青年的学生 或青年人来做土行的 那我们我很高兴这些苦行组 他们愿意站出来为台湾的土地做声援 那希望藉由他们这样子苦行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人民意识到土地的问题 待会我们游行会带口号 在我们游行开始之前 我们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在我们后面后车庭的旁边请大家转身 我们设了一个居住正义灵堂 从都更的案子到农村征收的问题 我们看到国家对于有产者的迫害 已经直接表露无遗了 今天有产者都受到如此的迫害 更不用提住在维建里面的无产者 今天华光社区作为台湾第一片大规模 以诉讼排除的维建社区 这种历史居落受到国家的出众排出 我希望在今天大家一起低头默哀三分钟 一起来为我们台湾的居住正义默哀 这个默哀是希望我们的居住正义 有一天可以继续重生 在大家的努力下 有一天这为了居住正义的两百人 也可以变成更多的两万人二十万人 一起为了台湾的居住问题来努力 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默哀三分钟 我妈妈叫郑一妹住了四十多年 因为国共内战逃难来台 她逃难来台 她花钱跟人家买了这个房子 今天法务部把这个房子当做垃圾 诉求不当得力 赶走妈妈不讲以外 在她身后 我告诉各位 我希望各位去查 在她身后 透过组织犯罪的方式 透过组织犯罪的方式 烧我妈妈的房子 爱国东路21项试弄 十一至二号 过世的时候九十一岁 国家用诉讼 用诉讼 压迫她五年之久 我是她的赤子 我不重要 我是谁不重要 我妈妈正一妹含冤而死 很简单 她就是玩弄 玩弄法律程序 她把所有的法律程序走完 就是要你走路 她从来没有用一个同情老百姓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情 在游行出发之前 一起喊 守护居住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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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情的手段 把你的步调都可以 守护居住争议 守护居住争议 待会我们今天有一场谷刑即将开始 谷刑代表的是华光的家被拆了 但是我们坚持守护居住争议的 大家一起把这些居民的家 不管是门板 家具 或者其他的队源藤壁 一起扛起来 我们要扛到行政院 扛到台道 让政府看到 他们的诉讼 他们的怪手 他们的警察 是怎么样把人民的家拆掉的 今天是环光社区最后一波的拆除 我们再度看到政府无视历史脉络的自意妄为 我们要说 华光社区的行程 是台北都市发展的一个历史轨迹 是当权者长期忽视住宅政策的一个恶果 1949年 也就是在半世纪前 大批的外省人口随着兵败滚党政府 来到这座历经美军二战轰炸的一个城市 当时的政府不仅没有提出 立即的一个住宅政策 除了少数的关切较高的公务人员或军官 其他人就被默许在这城市中搭建自己的住宅 到了1970年代 台北市经济起飞 大量的城乡移入台北 成为这座城市所需要的底层劳动人口 即使人口积增 我们看到政府仍然没有提出完整的住宅政策 华光社区已是成为这些白愁起家的人们 的一个弃生之所 一直到今天 全台湾的社会住宅比例 仍然不及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 房价更是不断的上涨 但是政府依然没有正视自己的错误 甚至想用暴力武器做到过去 让居民在高房价的城市中显向黄称 他们说 这里要变成台北六本木 他们说 这里是台北的华尔街 但是我们要说 这里不只是只有政府和财团的利益 这里是人民的家 这里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共同记忆 他进入了政府的错误 他也凸显了人民的艰苦 人民的毅力 还有人民的认性 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 让政府看到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一个家的希望 我们都没有忘记 这个办事下来政府所累积的错误 我住在京华街113号 这个家已经在4月18号拆除了 今天8月27号 29号 27号到29号 连续三天 华光社区即将消失 在政府不晓得 为什么这么急于拆除的情况之下 他要用连续三天的方式 把最后的家户拆除 那将来这一块土地 因为国土国化的关系 要盖成旅馆、饭店、台北六本木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要盖成这些东西 台北市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地方住 必须租房子 甚至买不起房子 我希望这块土地 甚至加上空种 都可以盖成社会住宅 国民住宅 让一般人都可以住得起房子 买得起房子 中华民国的土地 是所有人民的土地 不是政府用来炒地皮的 今天我很谢谢很多的年轻人 用扛家具的方式 来做一个苦行 很欣欣他们的勇敢 勇敢站出来 要让政府知道 中华民国的土地 是我们人民的土地 是所有人的土地 不应该让他们用来炒地皮 变卖 不要受地上权 不要受给财团 土力 人民还是生活在水剩苦乐当中 油价水电一直在涨 物价一直在涨 我们不断的在讲纳税前 政府不断的在 不要说土地 烤地皮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谢谢 这些勇于站出来的年轻人 用扛家具的方式 来做一个苦行 呼吁政府 要正视土地的问题 不应该一昧的 执意的 强行的 拆除人民的土地 变卖人民的土地 变卖人民的家园 在此我要谢谢 所有的苦行者 您的靠近 在婚 estaba 在心转与 我只需要 。